從1月15號開始 我們就整個國家開始一個 叫做高端國家吹牛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蔡總統打了 我們賴副總統也打了 接連著馬上陳時中指揮官就說 我太太想要打高端 都打不到 然後接下來又有台北市員說 我們台北市應該要 加開高端的大型接種站 講得好像全台灣的人 非高端不可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數字會說的話 我現在每一天 1月15、16、17、18 我都會看這個疫苗的統計數據 你知道嗎 到今天為止 高端算是高峰了 還是沒有 一天沒有超過1萬個人打 那莫德納呢 經昨天的數據是 也是27萬人左右 所以基本上你高端 都是6000到8000 然後呢 莫德納是大概20萬 到快30萬的這個區間 所以請問 莫德納的支持者比較多 比較想打還是高端 很明顯是莫德納嘛 所以沒有一個任何的 縣市政府會腦袋壞掉 說很多人想要打的莫德納 你不加開接種站 可是呢 量能看起來很少人想要打的 去加開接種站 可是很多西東人他就會說什麼 沒有啊 我們高端在19期的預約率到達了 百分之九十七點多 這單純是一個數字遊戲 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縣市量能在19期的疫苗接種 只有兩萬兩千多而已 所以你當然的預約率是 九十七點多percent嘛 就比方說好了 如果我今天高端開1000劑而已 那我是我預約率百分之百 絕對達標 對就是一千分母跟分子的數學遊戲 可是莫德納他是很多人要打 而且很多人成功的去預約 他的預約率在19期也有94% 所以你看到在第二十期的時候 開始加開高端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吹牛隊開始了 一定要加開高端 可是七萬五千個量能 在昨天的數據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點多的預約率 就是說你根本你要打的人 沒那麼多嘛 那我就覺得說台中 他們想要打莫德納沒得打 那為什麼不是民進黨的縣市 不是都要當西中 應該是要在高雄啊 在桃園啊 我們去加開高端的大型接種站 因為我們要效法蔡總統跟賴副總統嘛 結果發現了什麼 發現在民進黨的執政縣市 還有莫德納可以打 可是像在台中 他們就剩下什麼 這個BNT跟高端可以去搶 那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現在目前打BNT的人 還比較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第三季的施打時間 要看你前兩季的施打時間 所以大多數 我們現在有哪一些人 已經可以去打第三季呢 就是先前打AZ的 跟打莫德納的 在這一波開始看起來 是他們可以打第三季 所以很多人打莫德納的想說 那我莫德納 我第三季也想打莫德納 打那我們現在就要問囉 想要打AZ的人 跟當時已經打高端的人 他們的選擇是什麼 在10月25號 那時候去調資料 在10月25號打高端的人 有60萬 那這些人他在經過了12週之後 他有沒有續打高端 還是他跑票了呢 我們從現在每一天的數字看到 施打高端一天的分量 大概就是6000到8000 等於說蔡總統本來很多西中的 都跑票了 打AZ的第三季要打莫德納 打高端的第三季要打莫德納 打莫德納的第三季也要打莫德納 這才是為什麼在全台灣各縣市莫德納 供不應求的原因 所以呢 陳時中他先前講的說 我們今年有很多的莫德納 可以去買了 那就要趕快進來 我們要趕快加開莫德納的接種站 讓大家可以打到自己喜歡的疫苗 而不是明明沒有人要打 但是卻一直說要加開接種站